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还蛮 这个 这个如果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还带在中间 现在就没头了 对 可是阿光我今天带这个证来 是因为我上面有苏贞昌的签名 2015年 如果现在有点小讽刺 就关大家苏贞昌手里 好 宋师 邀请到退役飞官田定中 你好 大家好 田定中 海军前舰长黄征辉 大家晚安 以及云林菜農林嘉欣 大家好 邀请到网路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好 好 节目一开始赶快带你来关心 疫苗的好消息又来了 因为辉瑞之前说是90%有效 过了几天之后 现在已经提升来到95%了 而且几天内就会申请紧急使用 据说在耶旦节前 就可能可以开始交付疫苗了 那我们呢 我们的疫苗呢 专人祥说明年年中前有机会打到 而且现在政府的预算是每一剂700 那一个人打两剂 换句话一个人的预算有1400块 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为疫苗计划带来的新的希望是 人体内新冠免疫力可以持续数十年 是真的吗 我们先来听 专人祥怎么说 1500万剂 每剂700元 这个莫德纳他目前 的确没有在COVID四出的 三个首播候选民疫苗名单里面 他到底会不会在第二波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 但是以前我们曾经跟这个莫德纳 这边联系过 所以也有直接的管道 目前正在恰购 应该是说年中之前 应该有望可以达到 刚刚来问一下潘老师 90%到95%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么快就有长足的进步 对 因为美国有新一波的疫情 我想你在新闻有看到 所以他感染得非常快速 所以他之前打过疫苗 不论是控制组或者真正有疫苗 放回社区之后 感染的速度非常的快 他原来当时做了一个其中报告 中间的中 当时只有九十几个人感染 没有想到短短一两个礼拜 就到了一百七十个人感染了 这就已经达到我们第三期疫苗的目标了 那一百七十个人感染里面 只有162个人是打蒸馏水的 所以因此你把162除上170 刚好防御率是95.2 所以比之前的90% 又增加了五个百分点 但据说辉瑞现在最大的挑战是 我们往下来看 之前大家只说辉瑞疫苗最大的问题是 它必须要在负75度的冷冻环境之下 也就我们所谓的冷链技术下保存 这是比较麻烦的 但现在据说他们开始要克服了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克服 它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三个冷冻度 一个是一般冰箱 这是最好的 目前来讲就算是一般冰箱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要求 每个国家都要有一般冰箱的冷冻链 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运到非洲的疫苗 去救那些小朋友跟那些大人 就正常的疫苗 不是新冠疫苗 就有50%的疫苗失效 因为冷冻的关系 50%的失效 对 因为全世界的国家里面 只有29%的国家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冷冻链 有70%是没有办法符合的 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的疫苗 浪费在冷冻链不足 浪费掉将近一半在非洲 所以后来比尔盖茨基金会 是 发愿 就是希望能够改进这个部分 它当然有重大的改变 待会我们会讲到 那现在目前的这种所谓的 性死核肝核酸的疫苗 都没有办法在一般的冷冻链做 都要负20度 或负75度 这是两个级别了 所以因此 庄仁翔才说 莫德纳疫苗 比较符合 我们原来所想的 一般冷冻链的要求 比较符合 那这个距离它的目标差太远了 所以可能台湾会比较希望买到 负20度 莫德纳的 莫德纳的 因为在保存技术上 台湾比较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克服 对 但是刚刚其实潘老师有谈到 负75度很难 所以之前伊波拉病毒也需要在极低的温度下 保存之后有一些新的设备 没有错 就是当时就是比尔盖茨 因为他跟他太太 发愿成立一个基金会 就拨钱给全世界的国家说 你们去做这个冷冻保存箱 就他们做出来了 那那个冷冻保存箱呢 在断电的系统下 它都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 断电 所以它不需要电也可以啊 对 就是它基本上里面有一颗电池 那如果插电的时候 那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断电的时候呢 它还是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 好 潘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这个画面 这是不是就是比尔盖茨 研发出来的 不需要电 就可以保持在极低温度下的 一个冷冻保存社会 对 叫Arcatec 你看到Arcatec 那这Arcatec当时出来以后呢 因为就可以帮助非洲 当时击败伊波拉病毒 那所以因此呢 这个桶子呢 就被叫做生命之桶 生命的桶子 生命之桶 那就是非常的有名 那这个生命之桶 你不要看它这么小一个 很贵吗 两千块美金一个 两千块美金 对 所以因此呢 其实呢 虽然是保存 因为救人无价嘛 你伊波拉病毒感染 当时死亡率最早是在90% 后来就算有降低也差不多70% 几乎重的都死嘛 我们新冠肺炎病毒死亡率3到5% 大家就吓死了 那伊波拉70% 早期90% 那不是一重就死了吗 所以当时这个桶子 专门就运送伊波拉病毒的时候呢 就是生命之桶嘛 再贵也得用啊 好 所以将来如果台湾 实在不够 或者买不到莫德纳 要去买辉瑞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桶子保存 是啦 但是问题是如果能够选择 那你就不会去买 因为它那个成本很贵嘛 那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便宜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说呢 虽然说辉瑞药厂可以使用 这个所谓的生命之桶 但它现在并没有打算这样使用 辉瑞现在打算使用干冰 用干冰啊 它打算使用干冰 它现在设计了一个保存方式就是 它一盒有5剂 5剂疫苗 放在干冰桶里面 它可以recharge干冰 它外头会有个标示就是 干冰还剩下多少 那你只要recharge这个干冰以后呢 它可以连续一直使用 一直保存 所以它现在并没有打算 使用生命之桶这个东西 用干冰应该是成本比较低啦 对对对 好 另外一个好消息是 今天新闻有谈到 新冠肺炎的免疫力啊 可以持续到数十年 换句话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旦感染了 之后你好了之后 你往后数十年都不用担心了吗 对 我们现在讲这个免疫力三个字 其实包含很多的意思 我们大家在嘴巴上经常讲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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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体只是免疫力的其中一小部分 因为抗体是由B细胞产生的 那原因是我们如果没有见过 这个新冠病毒 B细胞不知道怎么产生抗体 所以B细胞必须花一点时间 去研究这个新冠病毒 等它造出抗体之后 人就康复了 可是就怕在这一段时间 人已经死亡了 所以打了疫苗之后呢 意思就是说B细胞已经知道怎么做抗体了 所以其实你去测抗体的浓度 不论它高或低 你的B细胞在 妈妈在 所以只要病毒进来 妈妈只要能够照抗体 抗体可以很快上来 所以因此呢 我们在谈免疫力的时候呢 通常早期大家只说 抗体是高还是低 但他忘了一件事情是 B细胞如果存在着能力 它的能力只要存在 永远都可以造出大量的抗体 所以目前我们发现就是说 记忆型B细胞存在在身体里面 那个母体只要存在 你只要敢进来 我立刻就造出大量的抗体对抗力 同时除了B细胞之外 我们在你的节目里面也讲过T细胞 也就是将军细胞 将军细胞是急杀型将军细胞 那非常强悍的 我上次讲过如同天降神兵 下来一个枪就打掉一个非常准确的 这种所谓记忆型的急杀型T细胞 目前也已经知道存在在身体里面 所以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免疫力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看抗体的高低 要看B细胞跟T细胞的存在 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看到 它的B细胞跟C细胞都存在 even你可以看到 参与者抗体水平差异到200倍 但抗体有持久性 但它有持久性 原因就是因为B细胞母体存在 你不怕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打了疫苗之后 不用像流感疫苗那样每年打 我打了之后我就可以数十年不用再打了吗 这样子因为现在目前做的最长的 因为这个东西要科学证明 那因为从新冠病毒发生到现在 也不过就几个月的时间 那现在目前这篇文章 是观察了八个月是全世界观察最长时间的一篇文章 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当然以后五年十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 那但是因为观察八个月的时间之内 知道有记忆细胞 这就我刚刚讲的 有B细胞的记忆细胞 有T细胞的记忆细胞 所以因此它估计可以达到数十年 同时还有一个证据你不要忘了 SARS当年到现在总共17年的时间 那当时SARS康复者的身体里面 依然存在着抵抗SARS的抗体 那现在已经17年了 所以因此从这个证据也知道 因为他们两个是表亲嘛 对不对 SARS跟所谓的新冠病毒 都是冠状病毒表亲嘛 所以从这个证据也可以证明说 那应该可以持续至少17年以上 所以这两个证据加在一起 就告诉你说你不用太担心 你只要打过疫苗之后 就可以撑这么长的时间 好 就不用像流感那样年年要打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来了 专人想说明年年中中间的中 我们就可以打得到疫苗 那是真的有可能 我觉得我们先把现在刚刚老师讲的 MRNA的疫苗统统拿出来讲 Pfizer是有加入美国的 神速Operation Warp Speed 那他签的是预售合约 所以只要他生产出来了 美国政府一定要付他钱 那所以最后他要不要决定 优先卖给美国 是他可以决定 所以Pfizer跟BNT的这个疫苗 本来是有销售弹性的 但是Moderna 这是一个西班牙文 是modern的意思 Moderna是已经签了拿FED 就是拿那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的钱 来开发 所以他一定要优先提供给联邦政府 所以Moderna 其实台湾不可能优先买到 你Kovac也没有列他的原因就是 你拿了美国政府的钱 你就拿人手软 Pfizer是没有拿的 所以Pfizer可以到处卖 他可以跟BNT到处签约 然后优先供给给别国 所以如果我们 比较想买莫德纳 因为我们 但其实我们照学的说法 不那么容易买到 我们先讲 因为刚刚老师已经讲过 Moderna其实比较好 方便储存 不然你如果要买Pfizer的BNT疫苗的话 偏向不能注 而且请注意 这一波mRNA疫苗 全部都是两剂 你第一剂打了之后 要再隔两周到一个月 再去打第二剂 那除非对方很守时 假设像林嘉欣一样 他打第一剂之后 第二剂他喝醉没去打没有效 所以那个 没错啊 执行难度很高 可是为什么我们想要Moderna 是因为BNT在亚洲 大中华地区都有代理商 那代理商他为了要进中国 都优先跟中国签 所以第一个 之前不是东洋吗 东洋说跟上海 东洋就是说他们拿到BNT嘛 对 她说其实这个 背后故事很复杂啦 总之后面因为我们指挥中心担心说 他后面有所谓的中资 因为上海复兴就是中资嘛 所以不要 那可是 但是指挥中心的说法不是 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授权 这个说法东洋 也不太承认 这个说法已经被东洋打脸了 我们在这个谈的过程中间呢 因为对于了解 供给和这个价格和数量方面的一些 还有一些落差 这个案子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我们两个拿到授权是要付钱的 我对数量和价格都不清楚 我怎么敢付钱去拿 我另一个人讲说我要先谈数量和价格 而我要去谈数量价格 这个政府一定过来 你先拿到授权再来谈 那不是提升单 但最近永远没完没了嘛 我们做一个事情 如果不把风险去确定 搞清楚我们怎么做 拿授权出来谈是吃我多 因为各国要取得授权 一定要自己 政府自己去谈的 政府自己承担风险 但这个事情没办法政府谈 我们就来谈嘛 但是不代表我要承担所有风险 到底破局的真相是什么 老百姓姆萨萨 林权的意思就是 我是帮政府当白手套 因为亚太地区 我是中间人而已 对对我就帮忙 你要我帮你谈 因为政府不方便 所以我帮你谈回来 譬如说要300万剂 到3000万剂之间 我跟他谈好可以 结果回来呢 政府忽然间就说 不好意思只想买200万剂 但其实在疫苗分配上 这很奇怪 200万剂只能注射100万人 连我们国内的 连我们的医护人员都不够 对 医护人员都不够 那结果林权这样讲之后 坊间就有一个说法 原来那个数量 是的确可以谈到300万剂以上 但忽然之间呢 有一个陈咬金杀出来 然后林权东阳这边就被放弃了 那媒体在追下去 说有另外一家公司叫雅各城 雅各城 雅各城是一个港商 那据说牵线了呢 是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立委 叫做吴秉锐 好 那媒体就去访问吴秉锐 吴秉锐说 我要特别引述 他说不记得了 完全没有印象有这回事 不记得了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为什么他讲不记得呢 也许他 你就讲有或没有就好了 也许他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好 那雅各城呢 你就要再做调查嘛 对不对 你既然对上海复兴那么不放心 其实也有一个可能 东阳拿的是港商复兴 因为港股今年3月也有公布过 就是有一家德国BNT药厂 独家授权复兴医药 复兴医药是在港股有上市的 可是到了最后没成 那为什么雅各城 现在口办也不行 是因为他背后 他既然是一间国企 他还不只是中企而已 他背后还是国企 他最大的股东之一件是白药控股 白药控股 他一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就云南白药啦 那如果东阳因为有复兴 有疑虑 那雅各城更糟了 他的股东根本就是中国的国企 我这样讲 他整个主... 东阳可能只是找代理商 而这个代理商有中资成分 但雅各城是股东里头就有中资 对 因为云南白药 我们再回去追白药控股的组成 是国家占45% 然后其他所有股东加起来占55% 那你说国家有没有压倒性的多数 有嘛 那你把它当作国企很合理 那他拍了很多广告 我们小时候也有用过云南白药 但现在云南白药已经越来越先进 你知道他还拍真正男子汉空军片的 云南白药牙膏 真正男子汉 我空军都用云南白药牙膏 是有男子汉气魄 那是解放军的节目 他跟解放军合作 对 那个 我跟妳讲 他们真的 你说商业很厉害 他跟实境节目真正男子汉合作 他做置入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看到这些士兵在枪林袋里面穿梭 但他们刷牙的时候用的是 云南白药牙膏 那如果东阳有中资娱律 那雅各城呢 那卫福部在找雅各城的时候 不知道雅各城的股东里头 特别是第二大股东是云南白药 不仅只是中资 已经是对岸的国企 还是国资委了吗 所以到底我们明年年中 是不是打得到疫苗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好 几件带你来关系的是F16 现在正在进行搜救 现在传出已经有黑盒子的讯号了 但舰长说打捞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另外到底什么原因摔飞机呢 战机竟然在20秒内坠7000尺 所以飞官疑似发出了信标讯号 显示恐怕是空间迷向 20秒内坠7000尺就代表是空间迷向吗 我们来看最后通联已经曝光了 我们来看这是最后通联 这是最后轨迹 我们当然要问一下教官 最后通联在那天的晚上 6点04分51秒 他还说了 他说2点锁定前卫机 6点04分54秒又继续说2点 6点05分47秒 他说2号机呢 无线电非常清楚 too loud and clear 所以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当时还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是两分钟会消失的 所以是在07分 6点06分25秒这是关键了 他曾经回报说 人在云中出云后报告 表示他在云中 接着6点06分就没有回应了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轨迹 轨迹在6点06分07秒的时候 他高度在7000尺速度310海里航向100度 6点06分21秒高度4000尺速度390海里航向60度 6点06分27秒高度0尺 换句话他快速的从6点06分到07秒到27秒 就已经从7000尺降到0尺了 速度500海里航向80度 教官从这些讯息显示 真的有可能是空间迷向吗 这个飞机的话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他进了云之后他就要开始去看仪表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飞行员犯了错误的 我们在官校飞行的时候 教官在三令五声告诉你 飞行的时候头不要乱摆 因为你头一摆这个办规管就开始里面 办规管里面是有液体的 里面有鲜毛 当你一甩的时候那个反作用力就 鲜毛就向这边倒了 我向右转那个鲜毛是不是这样的 对 所以都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信号 如果飞行员在空中 你再进了云之后 在飞行的时候 你的头摆一下再回来 OK 你就开始产生错觉 摆一下就回来 对 摆一下你回来就产 你低个头 抬个头起来 你就产生错觉 所以我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我们自身也好 之前也好 都再三的奠机师傅的交代 千万不要乱摆头 我们飞机里面 座舱里面 太多仪表 太多电门了 我们有一个叫做盖目测验 就是让你去了解 我这个电门是管什么 我雷达是在哪里 用手一摸就要摸到 你不能低头去看 你一低头去看 在云中就错觉就来了 所以我们在空中 比如说我换波道 今天我的波道是333.3 叫你换成444.4的时候 你要用手3 4 第二个 4 第三个 4 要用这样子的 你不能低头去看 比如说来讲的话 我们做这个旋转椅 待会儿我有个影片 做旋转椅 你在旋转的时候 如果我让你眼睛闭起来 现在右转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一开始觉得在右转 可是你久了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玩具 久了之后你会觉得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玩具 不知道大家玩过 我们在游乐场里面 或者是这个 玩过玩过 就是这样 地球仪吧 是地球仪 对 OK 好 我们小朋友很喜欢玩这个 站在上面 然后把你拨一下 球拨一下 你就开始转 你眼睛张开来的 你就问他 你现在是左转右转 他说现在是左转 OK 按住停下来了 你问他 他说我现在停下来了 OK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OK我把这个T就拨一下 一拨的时候 我这个 这个 这个里面的半规管的液体 就反向作用 我开始向左转 我开始左转 可是转久了之后 角速度就 慢慢的就归零了 那个液体就不再流动了 那个里面的鲜毛 就回到正中间的位置 你会以为怎么样 静止 没有 其实上你还在转 可是你会有静止 这时候我把地球仪 抓住一下 开始反过来的时候 这个地球停下来了 可是我问他 你先干嘛 他说我在左转 你把眼睛张开 没有 没有转弯 也就是说 转久了之后 对 其实他还在转 他以为他没在转 等到停下来的时候 他以为他还在转 是 有一个美军的影片 你看那个飞行员的 那个右手 你看他那两只手 他现在向右转 他一直在指的右边 对不对 对 OK 现在还在转 你看他的手 他已经停下来了 他告诉你 我现在是停的 可是他还在转 他的右手告诉我们说 他认为他还在转 他的右手已经指下 说我现在停下来了 对 其实他还在转 看到没有 OK 好 他以为停下来了 对 那我现在就要举用 我带了两架飞机的这个模型 来给各位解释一下 我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如果说我一直持续向右转弯 向右转弯 我一开始的时候 压个坡度向右转 对不对 对 我看了我的姿态 也是个三十度 向右转 OK 我转久了之后 我的半规管告诉我 干什么 我刚刚讲的 回到平飞了 假设这个是我的半规管 我飞机现在右转 我一开始也是右转 可是我转久了之后 我的半规管 那个鲜毛回到那个 平了 平的位置了 我的飞机是平的了 OK 是这样子 实际的飞机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以为 他已经没有 好 现在站管叫你左转改平 你现在左转改平 OK 你会怎么样 你说我现在左转改平 是不是这样 我飞机就变这个 不正常的姿态了 事实上我的飞机是平飞的 可是我的脑 半规管 这个告诉我 现在是左转了 OK 那因为在空中的姿态 不是只有X轴 还有Y轴 还有Z轴 所以我们先来举例来讲 比较复杂的 因为我们这个错觉 大概可以分为四种错觉 倾斜 抚养 滚转错觉 还有一个科室体的错觉 这很复杂的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那我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最明显的现象就是 我现在如果是这样子转弯 下降转弯 下降转弯了 我也开始下降 可是我转久了之后 我以为在平飞 然后战管叫你带起机头来 向改平 OK 你会带起机头来 你向这边赶上 你飞机开始变成这个样子了 歪掉了 OK 好 错觉告诉我 在没有目视的情况下 看不到外界的情况下 我的半规管告诉我 现在飞机是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 飞行员开始就开始做倒飞跟斗 驾驶杆抓得很紧 这个人为什么会僵硬呢 我现在如果让你坐在椅子上里面 我把你这个椅子拉起来的时候 你开始靠什么 你会用手去抓这个椅背 或者这个椅子 会抓得很紧 那你在空中 你就开始做跟斗的时候 你就会驾驶感就会很硬 手很硬 油门很硬 而且所有的专注力 都在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他没注意仪表板 也没有时间呼叫 除非你用余光去瞄的你的仪表板 因为你可以瞄 你就是要 可是我眼睛就瞄 老天爷现在是平飞 我要相信仪表 我不能相信我的错觉 那很多这个产生这个错觉的时候 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是很柔和的错觉 如果是这种状况 那就是很复杂的错觉 这个错觉下来之后 全身是汗 我待会会讲故事 我有一次飞行 我错觉这种错觉 我下来之后 我的整件飞行衣 只有四个地方是干的 哪四个地方知道吗 关节 我四个关节是干的 其他整件飞行衣 全尸 OK 那我在做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想办法要改正 是啊 对不对 有些人他这个时候 要靠意志力来克服 如果意志力或者没有经验的人 他会怎么 他想办法要去改正 他就错觉 OK 他就认为说 我要推头 我要降低 OK 这架飞机可能是在这个状况下 就出事了 他就推头 他就下去 一下去之后很快 七千尺到海平面 只有几秒钟 几秒钟的时间 二十秒而已 对 他这个速度很快 因为这个掉了海里面 这个夜间错觉 几乎是所有的飞行员都会碰到 就看你个人的意志力怎么样 我个人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我有一次错觉 就刚刚讲 那个飞行衣全尸的 我下来我舌头是被我咬出血的 咬烂 不是咬烂了 就是已经被我咬到已经出血了 因为我在空中 我不想活了 那个很痛苦 非常痛苦 可是想到家人 想到这个其他的事情的话 要忍耐忍耐 可是这个错觉 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碰到错觉的时候 如果一马上有看到月亮 看到灯光 或者看到陆地 你错觉马上就消失 错觉马上就消失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可是上次是夜训 所以根本看不到 不是 因为我们夜间训 有时候是全黑夜 有时候是半黑夜 那这个我们作战 不能够说 有月亮我才打仗 所以像他那一天 前天这个事情是全黑夜 除三 没有月亮 然后他进了云 这个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人飞行员 因为他不是鸽子 他本身就是 不适合在空中立体活动的 也不是说中华民国飞行员 日本前几个月 也是个F22 F35 F35也是最海 他们日本研判 他也是空中错觉 是 所以教官 应该来说应该是空中错觉 要不是空中迷象 那现在要开始打捞 因为真相 黑盒子能够解明 所以希望赶快打捞到黑盒子 那现在已经收到讯号了 为什么舰长还说 即便收到讯号 打捞也很艰难 是 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观众 你可能认为 水下搜索东西 只要有个信号源 我已经有信号了 对 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那我讲详细的道理很长 我讲一个数字 数字会说话 我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军做了一个统计完毕了 就在二次大战期间 我们所有丢深水炸弹 他们发现了潜见丢深水炸弹 那战后去检讨 去查看的时候 因为可以看到双方的资料 发觉90%以上是错误的 就是我认为这里有潜见 根本没有 90%的潜水炸弹 深水炸弹是白丢的 那是声纳回报错误吗 还是 因为水下的状况太复杂了 我举个随便简单的一个例子 今天一个商船过去 所有里面会动的东西 它都会透过这个船板 发出一个不同频率的信号 有高有低 因为装备很多 刚刚刚响 那你船出去以后 如果我们耳朵 很清楚地可以听到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交响乐团 各种声音都有 那你今天 去找一个信号源的时候 它有个特殊频率 如果我们耳朵 很清楚地可以听到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交响乐团 各种声音都有 那你今天 去找一个信号源的时候 它有个特殊频率 所以我们就锁定在这个 好比说37.5kHz 就是这个频率 是它发出来的 所以搜索它的人 就专门锁定这个频率 但是锁定这个频率 当你听到不代表 就是它 还有别的讯号源 也可能发出来 所以而且第二个你要知道 所有现在去搜索的 都是外航 海军这些搜索的人 都是外航 他们什么时候搜索过 战斗机的信号 除了不单这个外航 包含搜索队也外航 我说什么叫外航 谁听过 那个战斗机发出的这个 贝肯的这个信号 都没有 所以它听到这个是 那谁是最专业的 就是现在委托的这家公司 最多伟家的公司 澳戴利斯号 这是那艘船 那家公司有七八艘船 他就是看其他会派一艘去 这家公司是全亚洲 最有经验的 水下打捞的 那他们现在就发觉 这个信号错源 误判的太多了 所以他现在知道说 第一个他的步骤 就是我先找到一个 我认为是的声音 这是一个单纯的听 在这 好 我过来 那第二步 他说那才是重要的 把这个声音录下来 透过频谱分析仪去看 分 看着它的节奏 他说经过第二步 才几乎是准确的 他说不要说别人 这些海军是外航的 他是航家 他说他第一步认为是 结果第二步却认为 证明不是的 超过五成 我级别这么高 他这样子判断 都超过五成 那你想想看 这些什么海军的 说的什么东西 它的级率有多少 我现在可以 大概这样子讲 很多人都认为 一定是没问题的 他到了现场 已经发现了在哪里了 因缘在哪里 他到现场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如果明天晚上 国防部没有宣布 他找到 那就表示他这一次的 那一次是错的 那一次是错的 并不是说他们要骗人 因为就是容易误判 就是误判的资约很高 确实是很高 所以这一次据说 很有可能像美国球员 不是 因为它的地方太深了 现在报回来的资料 说那个地点是距离海岸 九海里 但是所有的这些报出来 依据他们过去的经验 大概正负差一公里 甚至尝试 也就是说 可能距海岸九海里 也可能八海里 也可能十海里 九海里的那个深度 是大概九百公尺 它今天有报个数字 大概不到一千 到了八海里 可能只有三四百 你知道到了十海里 可能距离到两千 如果距离到两千 那就很深 打牢就非常的困难 他们可能就 你要叫他去打牢 那就是很大的一笔钱 他要掉很多不同的装备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像 这是人道救援 或是寻找一些东西 总是要研究一些意外 你可以找一些友邦也好 任何的东西提出来 我觉得只要牵扯到人道 不单是这种救难 连作战的时候都一样 我不晓得很多人应该看过 我记得美国曾经帮我们 救过我们的飞行员 是 因为有一次 可能我们田教官知道 我也是听一个空军的教官 跟我讲的 他说有一次 我们战略机飞到中央山外上面 因为故障 它蹦跳下来 跳下来之后 它落的地点 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山巅 那个山很高 我们的直能机 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那个上去风大 风切大 那个可能自己救它的人 就有问题 后来就透过了向美军 美军派了一个重型直升机 哇 飞上去 去想把他救下来 这个是一个 这就是人道救援 好 希望能够尽快传出 搜救的更明确进一步的消息 好 紧接待你来关心的是 中天关台风暴 有没有可能演变成政治风暴 我们先来看 过去苏贞昌 针对中天该不该关台 他怎么说呢 十年前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曾经策照停播年代中和台 当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干预NCC 是不是因为他们有干预有经验 以为现在我也会干预 也有办法干预 其实现在NCC 我们非常尊重 它是专业的独立机构 我们都完全尊重 行政院也不会介入 那苏贞昌真的没有干预 也无法干预嘛 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 就是在今天下午3点41分 传出的消息是 中天让出52台之后呢 想不到动作这么快啊 代理商中佳已经提出 换上环宇新闻台的提议了 我们来看连公文都有了 我们下一页来看一下公文 公文显示 来 各有线电视系统业者是受文者 那其实呢 中假已经发了一个文了 全球数位媒体 有些公司中假发了一个文说 就中天新闻台 卫星广播电视执照的 撤照事宜 经过NCC审议 已经在11月18号 确定就是不予换照了 那么本于中天新闻台频道 代理商的义务 本公司今审慎频道的 属性及内容将提供 重点来了 环宇新闻台为替代频道 恳请贵系统台安排 至于第52评委播送 动作这么快啊 雪恒 我们先讲 其实这一波 想要抢那个位置的单位 都要先准备好 你必须先是新闻台 你才能够进那个黄金段位 因为那个黄金段位就是 我从这个50 49 要一路按到56 就是我习惯看新闻台 我这样左右按左右按 你可不可以连57也讲进去 还有57 57就是一打开就特别按 好不好 就不需要特别滚过去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很多已经摩拳擦档做好准备 那我们先回来看 为什么大家会质疑苏贞昌说 你到底有没有介入这一次的NCC 故事要推回上一个NCC 主委他叫这个詹庭仪 詹庭仪是少数的NCC主委里面 比较不偏法 他虽然也是法律人 但他中间有一些管理的工作 他比较偏商管跟经营方面 所以当时他到NCC的时候 他有很大的抱负 他说我要让数位产业更进一步 然后要让很多东西更往前走 但没有想到2018年的时候 这个民主党大败 记不记得 他们那时候县市首长选 捡道 捡字头头头 苏贞昌就气了 苏贞昌说这都是假消息害的 那他特别指的NCC 他说这是独立机关 什么人也管不到他 但他也什么都不管 好 这句话 好 这句话变成名言了 两百万吨柚子倒水库 这么方妙的言论 经由特定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宣 所谓独立机关NCC 所谓独立机关NCC 谁都管他不到 但他还什么都不管 以至于让这些假讯息 假消息 扩散 我们觉得 事该的应该要好好检讨 谁都管他不到 他什么都不管 真想问问一年六个月之前的苏贞昌 后来这个有一个叫做行政院的机关 里面有一个叫丁一鸣的发言人 指控台湾的牛肉面冠军 用莱克多巴安美牛的时候 不知道一年六个月前的苏院长会怎么讲 好 我们刚回到那个时候 你是行政院院长 虽然是独立机关 但你直接指他鼻子骂 那请问你稍有一点尊严会怎么样 不干了 瞻停就说不好意思 这个因为个人这个没有办法 就请辞了 那你知道我们先讲 当时那时候舆论他们营造的是什么 大阪这个大使就是被假消息害死的 所以把这个道德上纲拉到很高 后来就经年就发现 这不是你卡神 你们自己的侧衣弄的吗 但没关系 当时讲的说牺牲的人命 一定要把它换掉 你知道沾停一被换掉的时候 原来他本身代表的是鹰派 据说是小鹰基金会 这个总统身边的幕僚 小鹰基金会推荐的 对 推荐的 然后他走了之后呢 原来就还是叫主委嘛 所以他有一个副主委 翁伯中站带 不到两个月哦 身体因素请辞 又被请辞了 那我们当然讲就是不知道NCE风水不好 在那边的人身体特别容易不好 那所以你知道副主委翁伯中 为什么大家就在打听啊 怎么两个人就请辞 不好意思原来是赖系的 原来是当年想要选总统的赖清德系的人 怎么可能留你呢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 后来才会陈耀祥为代理主委 任职到今 陈耀祥是谁指派的 苏贞昌指派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说陈耀祥 有没有跟苏贞昌有讯息互通 听不听苏贞昌的话 我们讲一下 那上一个不听话 詹廷走了 然后他后面 站带主委也走了 那陈耀祥一定要听啊 所以NCC是不是沦为民进党派系的角力场呢 特别是消息一出令大家非常震惊的是 这么快啊 已经准备要给还宇了 那还宇背后是不是就是外传的新苏系呢 有传是说这个 他的董事长王志龙是跟那个 是跟吴乃仁 新系的吴乃仁是比较要好 而且他跟新系其他人马也不错 所以这个还宇就是说 背后可能有在新系在缩下 可是大家要注意 他是十一月十八号 要发的那个公文耶 昨天为什么这个公文今天会震惊 就是说整个同业 大家其实都蛮震惊的 太快了吧 因为十一月十八号 不是才开记者会宣布吗 那你十一月十八号 你只有办法发公文 这件事已经早就传好识了吗 所以外界一直传言纷纷说 其实中天官台有三套剧本啊 对 他的三套剧本呢 就是一开始是讲说 要嘛就是叫陈耀祥 去跟这个蔡衍明去谈条件 你是不是第一个中天往后移 频道你往后移屏 对 你五十二让出来嘛 那第二个是说 那你蔡衍明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释出股份 因为一直讲说 蔡衍明的这个股份太多 直接干预新闻 那你看你蔡衍明 是不是可以释出股份 那释出股份谁来接 那又传说是这个王志龙 就是环宇的这个老板啊 就是无奈人的好朋友 希望他来接 那王志龙刚刚是谁 不是又是环宇的这个董事长吗 那第三个啦 就说是不是 如果说全部都拒绝的话 那中天你全部都干的撤照 撤照由谁来接 就是环宇来接 怎么全部通通都是环宇有关系 那 所以怎么会蛮像剧本的 就像之前的总统府外流密件 外流密件 当时也都出来否认 但他都不是害客 是害客是假照的 都假的都假的 可是最后都走密件的内容 那些人确实也都投了反对票 阿公 我先讲了 你说那个剧本说 就是当时那个刘建兴 流出来那个什么 害客的那个密件 为什么被人家讲说剧本 因为当时是两个 一个讲说是陈耀祥 来做这个NCC主委 然后来主导这个中天撤照案 另外呢 委员是偏绿的 可以帮忙处理中天 现在看起来7比0 真的帮忙处理中天 那两个委员 刚好就是那个七位主委员的两位 对不对 那陈耀祥当时为什么是他 就说因为他比较听话 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这剧本真的太扯了 就是每一次呢 有剧本传出来都说是假的 可是事后回头看 怎么都照剧本演呢 嘉欣 其实 其实 关键 这这种事情我们都太清楚 一定有来龙群 这也不在乎 我们以前前身财经台 前身S台 也被民进党搞过一次 你记得吗 当初也是这样 飞飞央行要关台 不是有S台 还有TVBS 那时候是政治力介入到什么程度 明镜党的大党兵 王姓蓝 直接在媒体唱句话 如果不关TVBS 甚至这些所谓的蓝美 他界定这就蓝美 我们集中不满啊 十万人包围电视台 这都是有历史可见的 阿嬤說不能怪 阿嬤出面說說 總是有人做壞人 有人做好人 那時候姚文治比較悲慘 那時候我們現在回顧 那時候姚文治被當打手了 所以證明怪罪在姚文治身上 當初他要撤S台的財法理由就是說 你違規事項過多 你新聞性含量過少 甚至有所謂的節目充滿新三色 主持人充滿真理性 所以你要他拐待 請記說要不予換照這個串串 重點就是說 當初的財法跟現在一樣 都沒有個基準 沒有個衡量的標準 NCC也是裁判 也是球員 甚至是所謂的 主導的一切的大老闆 叫你們命脈都掌握在我手中 這為人所不辭 所以那時候還發生 更離譜的事情就是說 新聞所謂昨天發文 行政院新聞局發文 到我們東森S台 馬上二十小時內 第二天叫你包包的款式 你就要結束了 只有一天 全部的工作人員 包括所謂的節目的廣告收益 甚至所謂工作人員的 未來的權利 怎麼照顧 完全沒有衡量之下 是叫你包包的款式 所以台長才在最後一秒 落淚跟大家自卸 所謂離開了東森S台 被關的這一段 當初被關只有一天的時間 這次中天算是有給他一個個時間 中天這次有給你一個個時間是對的 但是也是為人所詬病 當時我們S台提起行政訴訟 然後有走法律程序 法官講的句名言很好 這句名言媒體可以決定顏色 但顏色不能前置媒體 所以現在中天高局一個大局 就是言論自由 就是從那個時候 有這個源源引用過來 那我們都知道 既然要你關了軍要城市 你就不得不死 就這麼簡單 但是11月22日後 不是要發動遊行嗎 現在有多少人你知道嗎 本來我們預估 他們預估大概是 大概兩三萬人就差不多了 現在怎麼聽說有十幾萬人 但是最近不管是萊豬議題 還是所謂的中天的議題 的確有一些一部分 另一部分反對黨的民眾所不滿 那他勢必一定會刺激人民走上街頭 所以我到時候應該精采可期 來小鈺 不過這個還是有點漏洞 因為當年他剛剛講是 東森S台跟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TVBS 但是問題是年代新聞 年代綜合台也曾經被關過 不過年代綜合台 他當時被關的理由 是因為他廣告化太多了 還有首播率沒有達40% 而且當時NCC 也確實給他一年的改善期 那問題是他沒有改善 他當年高達廣告化 被警告49次 然後被罰了一千六百多萬 所以他後來也是被做 撤照的一個決議 如果按照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一個台 你是可以審照 但是不是給你一個執照 但是不是給你萬年的執照 但是現在這件事情回過頭來 那個可是還是有 藍營的人士還是有話要說啦 他說你綜合台 你不能跟新聞台類比啦 因為你綜合台還有廣告化 可是你新聞台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所以還是可受公民 可是我要補充一個啦 他這一次呢 決定關台的四個理由 別台有沒有 違規嚴重 其實大家都有違規嚴重啦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四個理由 是不是最不致死啦 對 就這四個理由 如果拿這四個理由 去檢視所有的新聞台 別台有啊沒有 如果別台都有 他是不是最不致死呢 坦白講啦 你說旅四違規 其實各台都有 大家都有接到罰單 每個都有啦 那而且很有人要講說 其實為什麼通通都檢舉中天 你可以發動網軍啊 你美宋現在檢舉達人那麼多 你可以發動網軍去檢舉啊 第二個我是覺得 內控失靈啦 因為他其實最被人家詬病的是說 他五個月沒有新聞總監 全部都是這個邱家瑜在做控管嘛 那這個是其他新聞台 這個其他新聞台就沒有這種情況 對啦 這是最受詬病的地方啦 那第三個大股東干擾啦 就是蔡衍明持有75%的股份嘛 對不對 而且黃國昌也拿出了一個 外洩的簡訊嘛 說蔡衍明確實在裡面有下指導期 還當時指明說什麼這個 就有個立委啦 不能不能上節目嘛對不對 李永平啦 對啊 那還有就是一個什麼 未說明改善的可能 就是說 他其實屢勸不聽啦 你也沒有提出你的改善計畫書啦 所以他是用四點啦 不過說實在的 你再回過頭來 今天國民黨也開了記者會 他說你這個去查所謂的廣電把 廣電把沒有對任何的 你說這四項你可以去把它撤照 把它關台 所以未來中天他要去尋求法律救濟的話 其實他應該是可以站得住腳 所以這個最後我會 就是說你的意思是他如果走法律救濟 他是翻譚有機會的 是 可是有問題 阿關年我想看 我還是回過頭來 但是現在已經要喬給環宇了 對 就是人家中天行政救濟還沒有走完耶 法律救濟沒走完 今天陳校長也說 尊重中天的法律救濟 可是坦白講 因為你法律救濟 你像當時那個東森S台 他附台也是一年多的時間 那你中間要有 還是有個空窗期 可是問題是 你今天環宇給人家卡住了 那你中天未來附台咧